新闻一开始的头条是中天的独家消息 军检署的调查人员刚刚大约在下午4点钟左右 到范佐县家带走了范佐县的父亲 马上连线给记者林玉桥告诉我们 于乔请说 是的 主播 根据中天新闻所掌握的最新的独家画面 其实这个范佐县的父亲 在今天下午大约4点钟的时候 是有一次是军检署的调查人员 是到了范家把范佐县的父亲给带走 那范佐县的父亲他现身的时候 他其实带着一个红色的帽子 而且是用口罩遮住脸的 但是其实全程都不发一语 到底为什么要把范佐县的父亲给带离呢 目前其实包括军方跟军检这方面 都没有一个正面的回应 不过其实这已经是军检人员 今天第二度来到范家了 根据中天新闻所掌握的讯息 今天早上大概11点左右 军检人员就一度到范家来按门铃 不过当时由于范佐县的父亲 并不在家里 因此后来经过一番沟通之后 军检人员就离开了 不过在今天下午大概3点多 范佐县的父亲回到家之后 不到10分钟的时间 军检人员马上 一次军检人员马上就到范家 来把人给带走 那到底带走范佐县的父亲 是不是对整个案情 有一些其他要厘清的地方 目前军检跟军方 都没有做出正面的回应 如果这些讯息中间又要是 为您做查播报道 把镜头还给 好的 现在于乔的连线报道 我们在画面中看到 就是在今天下午4点钟左右 军检人员到范佐县家 带走了范佐县的父亲 做征讯调查 有最新讯息 我们也会随时为您 插播连线报道